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结》及恐怖片《栗英宅3》等17部电影 势必改写未来电影上映的模式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0年有许多影展或是颁奖典礼 都改成线上方式举行 不过美国影艺学院日前透露 延期至明年4月举办的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仍会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HBO日前宣布人气影集 《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的前传影集 《龙族之家》将在2021年开始制作 改编自乔治·马丁原著的《龙族之家》 将描写《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 故事发生前的300年 坦格利安家族的起源 以及维斯特洛的早期面貌 以电影《红韵当头》和影集于展学院 走红好莱坞的女星艾伦佩基 日前在社群平台上宣布 自己已经变更性别 并且改名为艾略特·佩奇 艾略特在2014年时宣告自己为同性恋 如今成为了跨性别人士的一员 他鼓励世人对LGBTQ团体 更具包容性和同情心 日本电影新解释《三国志》 于12月10日举办了一场 台湾和日本跨海连线的全球首映会 这部结合影星大全阳小力巡 世纲和渡边直美的爆笑喜剧 将刻画从未揭开过的 《三国历史之谜》 新上映的日本动画片《鬼灭之刃》 《无限列车》 从10月16日上映之后 目前以275亿日币的成绩 正式超过铁达名号 成为日本影史上票房第二高的电影 距离第一名的神影少女 只有25亿日币的差距 而本片也仅仅花了15天 就达到100亿日币的票房 比神影少女的记录快了25天 电影《毕业舞会》描写一名 住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 17岁女高中生艾玛 她为了邀请心仪的女生 一同参加毕业舞会 在校园内引发轩然大波 被家长会群起阻止她参与舞会 然而一群在纽约百老会的 舞台剧演员在知道后突然现身校园 决定以实际行动协助这对同志情侣 参加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毕业舞会 好莱坞女星妮可基曼 回为11年后再度演出歌舞喜剧 这次她带领500位舞者齐聚晚会表演 为热闹的舞会揭开序幕 而在片中能歌上舞的奥斯卡影后 没历史脆谱 则在开拍前闭关长达三个月 认真磨练舞技及歌喉 超敬业的态度让导演莱恩莫菲十分佩服 导演莱恩莫菲表示 自己第一次看毕业舞会舞台剧时 哭得稀里哗啦 剧中角色因性向不被家人和朋友接受 而饱受困扰 有着同样心路历程的她 为了不让更多年轻人有同样的遗憾 决定将这部舞台剧拍成电影 让全球更多人都能接受LGBTQ集群 影星瑞秋布罗斯纳安 在电影《我是你的女人》中 饰演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傅珍 她的经济全靠她的丈夫艾迪来支持 所以生活非常轻松惬意 但是当艾迪背叛她的搭档 真和她的孩子被迫逃亡 幸好一路上有艾迪的老友卡尔照顾 还算相当平安 当卡尔神秘失踪后 真和卡尔的妻子泰瑞 踏上了一段危险的旅程 并误误了艾迪的黑社会地下世界 充满1970年代风格的犯罪剧 《我是你的女人》 探讨了爱与背叛并深刻点出 女性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 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不是一个孩子的地方 电影《默爱》是由曾经指导过 澄光之镜的英国导演 法兰西斯利所指导 特别利邀奥斯卡影后凯特温斯雷 和女星色下罗南加持演出 故事描写19世纪英国古生物学家 与人妻之间的明明恋情 由凯特温斯雷饰演的玛丽 无法在男性为主的科学界 占有一席之地 得靠着贩卖化石给游客为生 为了收入 她被迫带着地质学家之机 下履地参与工作 两人在挖掘海岸边的化石 一致时也掀开彼此压抑已久的情感 这不是很容易的工作 我不喜欢这个氛围 我不喜欢这个氛围 什么是它? 货图导物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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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